你是性能车迷吗 你是改装车迷吗 玩这种车还是有点苦恼的 太费钱了 不实用 能不能有什么车 它既是地道的性能车 又看起来像地道的改装车 还实用 还不费钱 有啊 领克呀 新的领武家 欢迎收看夏冬平车 领克领武家 这车太漂亮了 能用这样的翠绿啊 你得有点胆吧 一般的车真不敢用这色 这色用在05家上 真的很合适 当然我觉得它这个绿 调的非常巧妙 在阳光之下泛出来的 是一种金色打底的翠绿色 特别是它还能很好的衬托出 整个05这款车 它车身的这种硬朗的线条 作为一个SUV的轿跑车 车顶是一道弧线 其他的部位啊 都能够让你感受到硬的棱线 而这种棱线呢 很粗壮 整辆车看起来 极富力度 很有张力 作为05家 它提供一套运动套件 这一套运动套件 包括前唇 包括侧裙 包括尾翼 它全部都是用真正的碳纤维来制作的 这一套套件装上 就让这车有了很地道的改装车范 在这辆车上 它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轮圈的口径 扩大到了20英寸 而且是用的锻造轮圈 纯黑色的 在里面你会看到 翠绿色的四活塞 Akibono刹车卡钳 它抱着的是划线式的刹车盘 这辆车 百公里到零的制动 是34米 无论是冷制动和热制动 都是34米 在小数上 只相差20厘米 配的轮胎呢 用的是米其林的 Pylosport 4S 在这儿呢 我们看到的是整个领克05加的性能套装版 能够选装的一切东西都选上了 它还有一个版本啊 入门级的叫探索版 在探索版上是没有碳纤维套件 用的合成纤维的套件 另外呢 轮胎是固特异的EGO F1 但是刹车是没有变化的 而这个轮胎的尺寸也没有变化 都是255 40 R20 而且是Z级的 就是可以支持每小时240公里以上急速的 那在这辆车上呢 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在它的引擎盖下方 和03加 Sion定制版一样的塔顶的拉杆 这也是为了增强性能 增强前桥的刚性 加装的一个装备 有了这个装备之后呢 整个前桥对于转向的响应 就会变得非常的精确和快捷 有了这个装备 它还允许把减震调得更加的舒适 也仍然能够具备 非常敏捷和精准的操控 在提供了碳纤维的专业尾翼之后啊 这辆车从侧面再看的时候 整个的视觉平衡感就出来了 而且这个尾翼很专业 纯碳纤维的尾翼带端板子 这种尾翼其实放到赛道上 也是可以用的 这是一个选装件了 那在探索板上 它也有一个尾翼 但是尾翼的规格没有这么大材料 不是碳纤维的 而是另外一种复合材料 叫ABS 那你说是不是都是装饰的东西 不是 这一整套的套件 尾翼尾部的底侧裙 侧面的侧裙 前面的分流器 这一套加在一起 会让这辆车额外获得40公斤下压力 车尾的底部的设计呢 也是比较特殊的 采用了巨型的四出排气管 中间呢 是它的扩散器 内饰有什么专属于它的东西呢 两个东西 一个是装饰 一个是材料 首先咱看这装饰 和车身一样的翠绿色 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加一点缀 比方说这个小拨杆 它就是驾驶模式的调节拨杆 这个也是整个运动套件版的一个重要的装备 这个驾驶模式呢 会比普通的车多了一些模式 比方说它会出现个性化模式 出现性能模式 但是它还有常规的经济 舒适 运动和越野这些模式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仪表的设计 12.3英寸液晶仪表 里面的界面比较固定的分区仪表界面 五个圆堆叠的方式啊 是非常别致的 中间这个大圆 显示转速和车速的在最前面 然后下面呢 是两个中型的圆 被它适度的叠加 分别显示的是智能驾驶辅助的状态 和驱动的状态 另外这一侧呢 会给你显示圈速的计时器 再后面是两个最小的圆 它就来显示扭矩和功率 而且它直接能够让你看到 它最大扭矩是380 最大功率是265马力 在这个车的内饰里面 欧地兰占的比重啊 超过60% 比较容易和人的肌肤接触的地方 基本都是欧地兰的 方向盘 它的握把的位置 也是欧地兰材料 座椅 侧支撑 靠背坐垫 和人身体接触的部分 都是欧地兰的 唯一只要手枕 没有用欧地兰 如果在这用上欧地兰 就太矫情了 从性能的级别上来算 因为05比03高一级 所以05天生就相当于03加 那05加就相当于03加的赛安特质版 发动机的功率265马力 扭矩380牛顿 这个性能就跟赛安特质版是一样的了 当然了 在赛安特质版上 0百加速会更快 因为毕竟它是轿车 在05加上边是6秒5 也相当相当快了 但我觉得其实看这些数字 没什么太大的用 关键是你开起来的体验 这车在场地里边的体验 我们已经体验过了 就是在外边的这种体验 你会感觉不一样 这车底盘调的 转向那块调的真太到位了 它是一轿跑SUV的重心很高 但是你开着这辆车 在山路上操控的时候 你觉得这车身无比之正 转向和车身的响应 完全无缝的连接 没有车尾的感觉 你只能感觉到 座椅和这车前面这部分 操控时 你觉得这车特别灵活 而且走线收得非常准 这辆车有一特点 它是很柔和的 一个悬挂的条件 所以它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 舒适性特别好 这车 很难想象一个这么极致的调校 舒适性这么好 而且更难想象的是 这轮圈的口径是20英寸的 扁平比40的 达到的这种融合性做得很高 可以说它能够毫无问题的适应 你日常使用 因为它驾驶模式很多 在城市里最好的使用方法 就用经济模式 虽然它的经济模式会明显的 油门响应会慢一点 动力释放也是被限制住的 但是没问题 你能发现它经济模式下 动力会减弱 它油门的响应会变得更加迟缓 主要是因为你换了运动模式以后 比出来的调到运动模式 马上就不一样了 这车的动力释放 油门响应程度 立刻就是变了一个样子 它还有一个更加极致的一个模式 就是性能模式 你在性能模式下 它会变得更加的激进 并且它给你一个选项 就是说你是不是要进入到性能模式里 它会把ESC关闭 如果你不进入 它就是在性能模式下 但是它自己还是仍然有ESC给你控制的 而且方向盘的转向的力度特别棒 它这力度是先根据你的驾驶模式调节 你在不同驾驶模式下 它的基础轻重是不一样的 然后它又能够在每一个驾驶模式下 都能够根据你转向角度的大小 来调节它转向的力度 四驱系统是伯华纳五代 在场地里感觉我觉得也非常的好 去过那交叉轴的时候太轻松了 然后它还可以停在相当陡的侧坡上 特别有乐趣的眼睛 我把它放在性能模式 然后我来看四驱的线路 只要它四驱 哪个车桥它开始驱动的时候 它就会显示一个绿颜色 因为它是性能模式 你只要一加油 驱动一出来 直接就是四驱 从前驱切换四驱 在其他模式下 它切换的速度是多快呢 100毫秒 就0.1秒的速度 发动机的声音 也是根据你的驾驶模式来进行调节的 不同的模式下 发动机的排气声浪 激进度会不一样 即使在经济模式下 你仍然能够感受到 你开的是一辆性能车 相当低沉和浑厚的发动机的声音 只不过呢 随着运动模式的增加 一级一级的上升 发动机的声音回馈的激进程度会增加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欠缺 就是它没有回火的声音 不刺激 还是显得太温和 另外呢 就是爱信的8AT自动变速箱 我觉得不够运动 在性能模式下 运动模式下 它换挡的速度还是不够快 其实我觉得爱信这8AT 你要让它激进 我觉得完全可以做得到 估计你就得花钱买爱信那更高版本的8AT变速箱才行 现在这个变速箱呢 如果你用手动模式 觉得稍微有点迟钝了 即使放在D挡上开 在这个运动模式下 变速箱的智能化程度足够让你保持一种很运动的操控的风格 在山路上跑的时候 它有一个fast off的功能 你抬油门的时候 它会保持挡位 利用发动机的转速啊 来提供足够的牵引力 发动机的牵引力一直保持在这的时候呢 仍然有着很强的加减速的响应 你抬油门它发动机的牵引力就是说减速 你驾油马上那牵引力输出马上就是加速 你就会得到很直接的动力响 只有你抬了油门之后 保持两秒钟以上 你不再踩油门 它才会加挡把转速降下来 这个功能基本上够用 如果你要嫌它不够用 也特简单 就是你在入弯的时候 你用手动把它临时降一挡 把转速拉住 出弯的时候还是递挡 你直接走就行了 整辆车给我带来的驾驶和操控的这种质感 这种乐趣啊是非常强的 日常路面行驶的舒适度 确实让我特惊艳 20英寸的轮圈 40的胎 吸收这路面颠簸能力非常好 这车的胎造非常适度 很正常 对环境的外界的隔音降噪做的非常好 你肯定不会开着这两个 觉得底盘硬 干 或者有那种毫不妥协的那种冲击 都没有 永远是那么柔滑 但是你又有很清晰的路感 这路感一点都不少 这么高的一个SUV 你这方向盘上面的手感 路面的反馈 不是轻重 尤其我是在场地里试驾的时候 他们设到一个更复杂的 更紧的那种金卡纳的路线 那种都是特别大角度的弯道 在那个状态下 你都不失准 弹簧减震就是一标准的设定 能够做到这一步 确实太到位了 我觉得这个座椅似乎是故意给放软了 不像以前的座椅那么硬了 你拿手捏着侧支撑也能感觉得到 座椅调软了之后 不是我欣赏的 我并不欣赏他把座椅调软 你还是能够在操控的时候 感觉到车身在遇到路面的起伏的时候 这个座椅也在跟着颠编 没有特别牢式的把你的身体撑住 特别是腰的地方支撑不够 我还把气垫给冲起来了 以前我开车遇到这种运动座椅 对我来说都是把气放静 不会用它的气 因为一冲气就会觉得个 但是这辆车就不是 你得把冲气冲起来 才能给腰一个比较符合你腰的曲线的 这样的一个支撑 智能驾驶辅助这部分也还很好 走到这路上马上给你显示限速的标记 在平时显示器里也给你显示出来了 而且它有普通的自适应巡航 有领航辅助两种模式 有了领航辅助这个模式之后 完全车道居中了 手搭在方向盘上就行了 这个做的比较高明在哪呢 就是它的调节非常轻柔 而且前置感很好 所以它调的幅度也比较小 没有那种神经质的快速的来回调整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地儿应该再提升一下 就是它对人手的力量的感知 它还是有扭矩型的 我即使很实在的放在方向盘上 如果我没动 过一会儿它就说让你把手放在方向盘上 那就不知道了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要么你把领敏度调高一点 或者改成电容似的感应会更好一些 这次试驾的时间比较短暂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充分的 它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这个车视觉效果是100%的 它的性能效果 我可以给它定为是一个80%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整个的20T高功率的发动机 是265马力 扭矩是380牛吨米 从这个角度上看 是一个很适度的高功率20T的发动机 那从0百加速6秒5的角度上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适度的运动化的SUV 但是它的外观整个的设计 就是十足时的性能车 整体上感觉 包括整个行驶的舒适性 和整体实际使用的质感 我觉得很适合我前面说那个 就是说 你是不是希望要一个即时性能车 它又有很强的改装车那种张扬的风格 它又不贵 它又很实用 我觉得这种实用呢不仅仅是05 本来就是一个相当实用的SUV 而且作为一个性能的倾向的车 它还能坐得如此的舒适 从而达到了让你既体验到 很好的驾驭和操控的乐趣 同时在日常使用的时候 又能够毫无问题的享受 它的这种舒适和轻快 这辆车我觉得整体的调教非常的到位 并且它所带来的这种质感 完全不次于释上任何一款高档的 同类型的SUV 而它的定价呢 考虑到性能这一块 定价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而这辆车它的售价 是在24万到27万之间 我们在试驾的时候呢 这辆车还没有正式上市公布价格 厂家只给了一个区间 但是我感觉这个价位定的还是非常合理的 在我们面前的这辆领克05家的运动套装版 最顶级的全装备的车型 售价在27万这个价位 我觉得还是很合理的 因为它带给我们的享受 绝对是40万那级别的 甚至是超过40万那个级别的 好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踢车帮 只为爱车的你